馬祖慈悲大家好 有一位網友在我們藝德媽祖同修會的官網討論期 溫氏顧問說 他在家裡跟神明擲筆 他覺得好像不真實 台語說不真實 就是沒有很準 沒有很肯定 比如他家的小貓生病了 他就問他家的神明 要不要去開刀看醫生出藥 神明就給他蓋杯 那就不用去開刀 不用吃藥 過一位就會好 給蓋杯 怎麼問怎麼問都是蓋杯 他就覺得這拔杯不真實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那郭文是這樣回答的 這個寶杯非常重要 有三個條件很重要 第一個 你有沒有千層的歸一三寶 就是信仰三寶 相信這個神 相信這個法 相信弘揚這個神的法的老師 有沒有人教你 你有沒有真的三寶一 然後寶一的程度 你有信仰這個神 恭敬這個佛 恭敬這個法 恭敬這個老師 那個程度很重要 首先要拜拜 要求神拜佛 要寶杯 你這個條件很重要 那就是你有沒有正心誠意 信仰這個佛 你聽從這個佛 相信這個佛 有沒有這個需要來寶杯的窗 你有沒有 像你問這個小貓生病的問題 你是有迫切西藥嗎 你也正心誠意嗎 相信你的佛 祂有這個能力來幫助你 祂講的話 你一定會聽嗎 你第一個有沒有這個迫切西藥 祂說 開刀做什麼 咳杯 不用氣會咳杯 不用吵咳杯 要吵咳杯 要吵咳杯 祂都沒有跟你回答 可見你跟這個佛 沒有這個言 祂沒有想跟你通信 你歸於祂的三寶 那個信心 那個言分沒有啊 沒有建立啊 沒有建立 因為恭敬覺得 你這種問題 應該去問受醫 問養過貓的人 你不應該直接來問神明 你把神明很隨意啊 什麼都可以問啊 好像祂理所當然要回答你啊 你沒有恭敬三寶啊 你真的沒有了解三寶啊 因為你沒有這個迫切西藥 你也不相信神明有這個能力啊 幫你 你也不一定會聽神明跟你講的話 就不會照祂意思去做嘛 你的信心不夠啊 你沒有歸於三寶啊 對不對 所以 懂得寶貝挑戰的方法也沒有用啊 你沒有正心誠意啊 所以 你的問題可能就在這裡吧 像 顧問呢 我們是 非常的 誠心 謙誠的 歸於三寶 這種問題 我絕對不會去問媽祖嘛 因為這個 旁邊的朋友都可以問啊 然後呢 養貓 你真的很愛牠 牠生病很可人 我們疼喜牠 那你就送到醫院啊 聽受醫的意見啊 你不是去問媽祖嘛 你把媽祖當什麼 隨隨便便啊 對不對 這不對的 所以問題是在 顧問接著 你的正心誠意出了問題 你歸於三寶 你根本沒有公敬三寶 歸於三寶要公敬三寶 那信仰三寶 就是顧問講的 你要迫切需要 才來問這個佛 相信這個佛 有這個能力來幫你 不要懷疑 牠一定有能力 願意成虎 完全遵行 牠主教你的方法去做 那你才是歸於牠 你恭敬牠 而且你要供養三寶 那現在你在家裡 有供養這個家神 那你沒有公敬牠 你把牠當什麼 這種時事的問題 旁人就可以解決了 你直接送醫院就可以了 何必問媽祖 問神命呢 那這是顧問的見解 佛藥度有言人 你要跟牠有言 有言 條件有三個 第一個要有迫切西藥 需要媽祖的幫忙 而且你要很相信媽祖 牠有這個能力可以幫你 牠講的話 你一定遵行 你絕不會懷疑了 你要結合這三個條件 媽祖才會靈驗 牠才會度你 沒有這三個討論不行 所以我們老闆上講 活度有言人 這個人要有福要會 你要有福報 要有那個智慧 要懂 基本這三個條件 要有福要會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出北